你 你就像别人 别人别人别的玩家进来一样就没有带配子来 你也没有带你的配子来 你以为我们叫你来是来聊逻辑的吗 这不是跟王宝宝说的吗 对啊王宝宝是需要他发脾气 但几换玩家需要他 焕发他自身的光彩 光芒万丈 有没有医院家可以查查刘二楼呢 无脑梗 好天爷请毕业 请上进去环节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六号七号 八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 请下只有五号九号两名玩家 现在时间为十四分 有二号玩家第一个开始发言 二号这边发言 二号有声音吗 二号这个发言啊 我起来我想做两件事 我先讲第一件事我想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上面把牌都忘记上景了 因为我就在按那个红色按钮在哪里 发现没有按钮 是这样子上景的是吗 就二号玩家这边呢 是我和一号一起从杭州过来的 那我叫Cindy 她的话估计自己会做自我介绍 我不管 就 呃我们呢 其实也蛮有缘分啊 龙哥 就是我们是杭州JYC的加盟商 就估计呢 你会不久之后 碰到我们还有李静老师是吧 嗯 对所以呢 之后我们在一月底的时候大概会开业 然后希望到到时候就是大家能过来打一下表演赛 什么的 然后一起交流交流 过来跟二龙老师学习一下吧 包括 记得前两天波哥给你的一张签名吗 就是老流氓那张卡牌 不好意思我真没找到枪牌 我让你给他签个名 然后拿回来就在我手上了 这 是这样是这样 好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就是 昨天三号精水 那别爆别爆三号精水三号精水 先别爆啊 先有点游戏停三号精水 然后紧回了六八验掉 呃这三张牌先验掉比较放心 三号精水紧回了六八后这位那么多牌就不评论了 过 三号爱情发言 嗯我觉得二号玩家那句那张天明的事情啊 直击到了我的灵魂 因为我一直在找 那个找我签名的人啊 账到现在还没结 说好了一千五千两张 呃这个账等一下结一下好吗 不结账我 如果在我锦下发言之前如果收不到一千五的转账 那这个水我可能要烦 说一下你的艳人吧 我觉得你发言有 我能够感感觉得到那种空气当中弥漫的紧张明白吗 我是一个打人家喜欢研究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的玩家 呃三精水接下来那句话是有点游戏体验 我觉得你并没有给我 反正我举报五号玩家 和六号玩家 嗯通身份 不议点杀两个吧 有警告警告一次 两次点杀是吗 三次点杀 三次点杀 那他八号玩家那边 我希望能够再争取再点杀一次 呃再再举报一次好吗 嗯 二号玩家 你的艳人心路历程跟你说的东西不怎么匹配 因为 你说三精水之后那句话 很就很自然就出来了 有点游戏体验 六八顺眼 我想说你没有给 我是 上一把的冤家 趴他就被砍了 这轮里验我是个茶沙 又走了 对吗 总觉得哪里有些怪怪的 但是 后主委有没有听过发言 我也不知道 万一后面那个更惨 对吗 所以后主委那个说我三号玩家是精水 但是我是冲着 冲着什么茶沙去验的干嘛 我就想给你点游戏体验的 然后我觉得我占不了他的一定占你的了 对吗好吗 麻烦后主委不管是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尽量避开这些我反感的东西 好吗 有便于骗我也好 或者是让我辨别真假冤家也好 四号玩家你来干嘛 你跟着我就在做我背后的那个 做啊 那个 不好吗 不是你再怎么表现老九就是万年老九 永远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谁叫你比前面的老八老七 对吧 往进门呢 对 这种呵呵呵呵怎么说 这太长了 哎 我举报六号玩家 第二次 六号玩家警告一次 这 这个 那个什么 我主要是保护你一下 万一你等一下那个 不太好 你接 六号玩家接了两次警告 好吗 不论尤其三号玩家 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五号玩家被警告一次 六号玩家被警告两次 二号玩家 三号玩家精髓被三号玩家质疑了一番 对四号玩家又那个 发言还有三十秒 老九的地位又那个 再巩固巩固 好吗 我希望那个 我希望你等一下发言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果刘奥龙跟我三号玩家同时掉在河里 你必须要救起来一个时候 也只能救一个时候 你救谁 不要说不会游泳或者干嘛 必须要救 好吗 其他就不多说了 那就这样吧 先回答我的问题再发言 过 四号玩家即发言 啊 说什么啊 没听到啊 四号发言 一百年不上进 上进来干嘛呢 不想投票 怕上错编 可不可以啊 点评一下二号玩家 我觉得二号玩家跳的是 怪是挺怪的 但是如果他是让狼牌的话 演的时候会真一点嘛 对吧 稍微要点评一下六八 为什么去六八的心路历程 他完全都没说啊 不完全打死他 说不定是张诈身份的呢 要么就是张狼 对吧 等于没说 我知道你要说了 你刚说什么啦 什么问题啊我没听到 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啊 然后 金水啊 金水啊 金水嘛我不管了呀 反正我也不会看卦象的了 什么都不会的呀 但是我只是看到 嗯 二号玩家在报 夜人 啊 报那个预言家的时候 十一号玩家一直看着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你觉得我可能是预言家吗 还是怎么样 十一号玩家应该挺挺会玩的 我感觉 嗯 不会点评都在玩手机 怎么点评啊 过了过了 我是好人 我点一分钟 就有两分钟吧 我是真的不想救你 你是浪费我的时间 我想了很长时间 我是真的不想救你 因为我觉得 我会觉得你不知道发什么言 我救你干嘛呢 你我再给你做个选择吧 你就惹惹我开心 三六八 掉水里 你救谁吧 好吧 我能把 昨天晚上你掉水里了 我把你救起来了 我也不想救 因为我是出于本能的救了 五号玩家一定 这次肯定和我一起下场了 好吧 你 他 你们也不要通知他了 好吧 他回来他就把牌按了就可以了 你们要么去跟三汉跳 要么五就去死 你们是一劳永逸 就两个 好吧 你说十一号玩家对了你看 我等会听听看十一 他对五 我读五有什么看法 好吧 如果他没有什么看法的话 我就把五读了 我们这边 三跳 二跳来给你翻个三金水 四是我的银水 老子是个女巫 你是要在这个坑里面 你长得比较丑 好吧 当人四号玩家 当人四号玩家等会告诉我 三六八里面 他就三或者八的话 我也可以再把你读掉 我说到做到 你只要告诉我不是选六 我就把你读掉 我能把你救起来 因为你活在场上 你也不投票 你也不那个 万一到时候你是个狼 不要跟我比心 我昨天晚上你 我考虑那么长时间 我就想 就不就 自爆呀你 自爆我读八 两分钟 这个不算的 这个加给我十秒钟 我救两分钟好吗 好吗 我真的不想救你 因为我是怕我死了以后 你又被扛推了 你安静的在那边坐的话 你也别投票 我相信你也砍不准 你就在这边坐 你又不知道呀 偷谁我也不知道呀 就行了 就不知道 就没关系的 真的不知道 没有你和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说不知道 一定没有事情的 对吧 你先往下面拉一点 等会说 368 我现在向你提问 368 就倒水里你 你救谁 好不好 我听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答案 我昨天能把你救起来 我再把你掉河里 我也在到你中心 我教你游泳也可以 好不好 我教你游泳 你后面你找个人跳吧 找不到人跳 你就灭灯 好不好 过了呀 女窝 救了死我也不想救的 没有办法 考虑了很长时间 救一救吧 万一他言不回发 万一是个预言家也很傻 我们把爸堵了 等会猎人都死了 预言家死了 把女巫一刀 带着姐姐要出去 大母话 哈哈哈哈 干嘛呢 对不对 好了两分钟差不多吗 好了 女巫救了死 别推他过了 七号玩家起发言 六金水 我本来想就验五九顺验 但你要毒 你要毒这个舞 你让我验验他好不好 他上盘狂捶我 我对他有怨念 好吗 我验五九 因为我这个人很照顾游戏体验的 照理来讲我跟弹幕小伙伴们的约定是一定要弄这个八号的 但是呢他上一盘作为头狼就自爆出局了 我实在验不上去 三号这种对吧 我的我爸也验不上去 我爸铁好人 他前面就是如果说二号你不退水的话 你在汗跳的话呢 就是三号就是你的饮水已经反水了 你的金水已经反水了好吗 你的还听不出来还在这边刚走 他的那个逻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然后四号小姐姐他这盘上井了说说不要投票 那要不这样你如果真的对马修那么要想读他的话呢 我尊重你你是我的精水 那我就九四顺验 好吗 我九四顺验你爱读不读 读了 读了个枪读了个什么 反正你背过 跟我没关系你是我精水吗 好吗 嗯 后之位还有谁了 八十十一十二 一 一也在对吧 我这么多人 井下只有两张牌 九号小姐姐你不会拿狼了吧 反正我要验他我不管他 我就九四顺验那五就不验了 交给六号管了 我不去管这件事情好吗 然后后面的就不要跟我对跳了好吗 就真的不要跳了 好好说好好说不要跳了 二号你不退水就直接是狼好吗 嗯 不过看你的那个动作 我觉得你后之位发精水 应该也不像是一张诈身份的牌 你要是诈身份应该也是张狼牌 远到时刻 你虽然用就是签名直击了三号的灵魂 但是三号并不买这个账 除非你拍出一千五百块钱 那也就算了 我支持欧巴对吗 欧巴永远是我的欧巴 而且你跟八号吊在水里 我肯定救你的 他自己可以飘起来的 对吗 好啊 那我就先过来 警惠流九四啊 过来过来 吃醋了 我要干气 吃醋了吃醋了 这个人 不是 以前你拿十把预言夹 十一把咽八 现在你快咽六了呀 你口味不肯 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呢 这口味转变也太大了 别别别 咽八咽八咽八 别别咽那个 你咽什么 咽九啊 五号我本来准备 我觉得你不一定百分之百是狼 因为你都走出去了 是个狼好像对厂商局势也默默关心 但是六号这张精髓牌说要堵你 那我们我们得得保 至少我先保住 我这张平民牌 不自证不了身份 我已经改警惠流了 七咽八 你们狼自曝七摸人咽八 不行真的吃错真的吃错了 还说什么掉水里啊 先救什么东西 不行不行不行 嗯我觉得二是狼 我觉得十十一当中也一定出狼 有可能二狼 这局一号给我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前置位不一定有狼 你这样六号想一想吧 要不要读 不过这个人他会听十跟十一发言的 十十一加上这个十二嘛 这三张牌当中一定出狼 就看你的听伤能力 好吗 我的建议是五号不一定百分之百十 不是保五啊 四我都觉得有可能真的是张老龙 因为你那种发言我感觉就很奇怪 你内心当中是战变这个二的 我听说你内心当中战变这个二的 那是女无的事情 不该我考虑 但是鉴于六号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读错读我读错了呢 其实他内心当中一定在想 哎呀这刘老龙死定了死定了 他想读我的 但是我本来想激他的 但后来想想算了 这个傻叉没有游戏体验 我也得有游戏体验 他没他是一定是去死的 但是我不想死 我是找好人排 所以我会希望你七号来演八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来读我 然后呢这个人最让我烦的是什么呢 他读了我读错了 理由就是哎呀我是无脑读你的呀 跟跟自己的配置无关 你说你读错我了 你承认你差读错人了 就跟上一局你归归错人一样 我可以喷你嘲讽你一下 那也就算了 那这个人很赖 他说我读他读错人了 就说哎呀我是无脑读你的呀 读对的说 哼老子carry 就看一定是这样的男人排 所以这个人就是这么赖 就是这么赖 我这么说 这个六号他记不得 一击他就要读你 我可能这个发言 我可能已经晚上死了 但嘲讽还是要嘲讽的 嗯 如果二号不自暴 你就改验八吧 好吗 给八一点游戏体验 你已经没有验我了 我已经吃醋了 你再不验我 这个六号就有理由来读我 读完之后 我要喷他吧 他说我是无脑读你的呀 这很烦 很讨厌 很讨厌 好吗 嗯 我觉得二十狼 而且后之位出大量的 至少两只狼 后之位 前面有没有狼 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 但后面一定大 出至少两只狼 过了 好人排 十号玩家请发言 你这样发言 我也会说 十一到九 有四只狼 我不是只狼 不是啊 这个牌 七号玩家你跟我说 你的警惠率是九四 所以啊 不是啊 四号玩家有六号玩家管理啊 他不是个女巫吗 他不是云水吗 六号玩家已经明确跟你说 四号玩家不允许推了嘛 你这九四顺眼怎么弄出来的呢 你说什么九五顺眼我都能相信了 这九四顺眼怎么弄的呢 不是我不知道 因为四号玩家 他的确发言常年蛮奇怪的 但是本论他现在吃了张疑似饮水盘 你凭什么留他精紧会流呢 而且我认为二号玩家 起身的发言不像蟑螂嘛 狼先跟你说一堆场外的东西 什么JYC 什么杭州那边开店 什么都跟你说 然后再起来喊条件也太大了吧 我就觉得三号玩家在钓鱼 在钓鱼 在钓鱼 所以我认为二号玩家是个预言家 七号汗跳了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你这个牌嘛就直接演八呀 不是啊 而且五号玩家 不是啊 这游戏我们十张牌上井啊 你这个牌是没有任何道理 在别人发言的轮次去做其他事情的 你要上票 你尿急关我什么 我也尿急 憋着要听了啦 谁是预言家 点杀一次两次了对吗 我还请搞两次 不是啊 是任何道理吧 不是啊 你在这个位置 我是你这个位置 我先狂看九 狂看九 再一定想怎么上票 没有道理了 没有道理走 你一定站边二 我就要看你投票投给二 我现在就给你 不投给二就吃毒 这没任何道理了 因为你听完二号的发言 就不要听别人的发言 你就默认站边二了 不然四号玩家或 什么六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跳个预言家 你怎么弄呢 你投票不听了 不听发言的了 你你支持所有人的身份了吗 不是 我就打死你了 不然什么道理的 我就告诉你 你只能投票给二 不投票给二 你就默认什么身份都知道了 因为你听完二的发言 后之后的预言家都不要听的 所以你只能投给二 就票行绑架你 不然就吃毒 而且我听话 你无法说二号玩家是个预言家 三号玩家是个精水 四号玩家是个饮水 你进坑了 你进坑了 懂了吗 没有任何疑问的 就把你请你吃毒了 对吧 我认为五号玩家 有可能是个狼 对吗 七号玩家汗跳 九号玩家就直线饱了呀 那么你说 1112 那么1112里面 变呀 一招有身份另外一张就 不可能的 不可能是两个人跳平民的 跳平民就出局 就直接跟你们这样说 我认为一号玩家还可以呀 二号玩家跳预言家时候 一号玩家笑嘻嘻的 我觉得蛮轻松的 我站平二 三斤水 四斤水 五是蟑螂 第二张七 1112至少开一朗 你们双朗 你们当中 有一张好人的 八在哪边填坑 就八 没有任何人 我是个好人 就11到9四张狼 我已经找到两张了 你们两个人出一张 至少啊 不然就八 你们双朗就绑票来打我 我保了一 我认为二预言家 你就好了吗 你们两个绑 绑起来打我好吗 绑起来打我 你们跳的出身份我就出局 过了 11号玩家请发言 绑票了呀 好朋友 绑票了呀 这还不绑票吧 这个十干出去 十是什么发言啦 这个位置你要站边二 觉得二十个预言家 高智的这个八 觉得二十个汉跳 要站边这个七 他打我后置位 十十一十二 一里面要开多匪 十十一十二里面 至少开两匪啦 这个位置你要来打我 十一十二里面 至少开一匪 起身要互打 你是不是认定了八的逻辑 有可能是对的 但八的站边跟你是不同的呀 八是站边这个七 二十个汉跳 而你却要站边这个二 认为八的逻辑是对的 十十一十二里面要开匪 你底牌是个好人 你这个牌把八捶死啊 你怎么不捶这个八来 捶我十一十二 跟这个八站边还是反的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牌是八十双 来我也绑架你 这个牌你就上票给七 因为这个牌八 我觉得像个狼 这起身的牌 起身八就一直往我这里 狂看狂看 我要上紧 这个十二也不让我上紧 这个牌我十一十二 就一定不共边 因为这个牌 八在那个位置 就一定能看到 刚才的那个小场外吧 应该 这个牌八总不会站错边了 他是个狼嘛 也倒勾了 那七总归是个预言家 六是个精髓 那这个牌二你就出局 我站边这张七 那八是个狼 反正也常年倒勾的 不会站错边 我觉得十底牌不好 十底牌像张狼 好朋友 不要打我 我拿牌的时候 你打我是个匪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让我们先绑票 那我们先绑票 把这个十给干出去 因为我觉得十底牌像张匪 五你这个位置就上票给七 那个十说九是个好人 他拿个狼 不知道 变换莫测 我想站边这张七 我觉得十不好八不好 这个牌三有可能像个好人 四 四说他发言的时候 我盯着他在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盯着他在看 我不清楚 这个牌我站边这个七 十二和一里面 因为我没听过发言 反正他打我们两个里面要出匪 可能双匪 我们先绑票把这个十干了 就对了 因为他跟着八的逻辑来裁 我们十一十二 站边又跟这个八不同 那他底牌就只能是张匪 我锦商就跟这个十拉队里面 我要站边这个七 过来 十二号我想起发言 那你们去打 你拉我干什么 我又和你不认识的了 干嘛啦 我是个女物 你第一天就吃毒了 好吧 如果我是个女物 你第一天就吃毒了 救人啊 只要藏到第三天都不开了 跟我来这一套 你不要每次这样看着我 身份不会卖给你的 你每次这么看着我都是个狼 稍微温柔一点的 是吧 狼啊 你这把真不好 真的是不好 八二七八十一啊 外面再找一张 宝宝这个五你盯上了啊 那这个五交给你好啊 因为 怎么说呢 我觉得 一二三四 十二 基本上全是好人了 大概率嘛 这个九是个什么啦 这个游戏好像和他没关系的 哎呀我看他们五九投票不就知道了吗 是吧 想想 真的我是牛你第一天就吃毒了 我然后我起来会跟你说我读了你 你自爆吧 好吗 我我现在最怕的是八这张牌 会不会是个 螺旋倒过呢 没关系的 十 十我觉得他好的地方就垂了十一 垂了八 还垂了五啊 那十先放掉 哎不是 你紧下一个五一个九 你觉得五跑去上厕所 那九干什么好事了啦 他从头到尾 就就像打游戏机一样的 没停过 跟不呀 是吧 四银水就放过他吧 你别再什么掉在河里面 救谁 你如果再 要再问这个就 以后就不要救 你就告诉他你掉河里了 你已经没有了 淹死了 是吧 因为一的发音没有听过 也先不捶你好吗 先听听你的发言 过来过来过来 捶我一下 我一号底牌一张预言家牌 昨夜燕里十二十二是我翻牌查三 本轮走十二 那我不知道二七两张牌 哪张好人牌会捣乱 那如果你们当中有一张好人牌捣乱 我请你们放下手 如果这个二退水 那三可能是成立逻辑上的一张好人牌 那钱志卫这个十和十一 我不知道应该有可能是 可能开一狼 因为钱志卫这个十对八的定义 跟着这个八 这个八起身是打了你们后志卫要开两张 或者是多狼的狼人牌 然后十跟着这个八说 那你十一十二去批 十一的发言是中打这个十 然后也是说拉着十二票出这个十 所以我觉得发言很奇怪 这个十二是我已知的查杀 我认为十和十一不共成两狼 可能只出一狼 因为钱志卫两张牌都 八后志卫打了三张牌 后志卫三张牌都不去聊这个八 所以这个八有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好吗 昨天我验了十二 没什么心路一层 就抿挂像直接验的好吗 本能走这个十二 二七两张牌的话 有一张好人牌 那你们就直接退水 好吗 我底牌是一张预言家牌 那这个六总归是个女巫 四是个饮水 七 如果七跟我汉条 三就逻辑上好人牌 容错力 因为锦夏如果是两狼 我一定吃不到这个锦辉 好吗 那最后如果二七哪张牌退水了 那我希望这个五你上票给我 九你上票给另一张 然后造成平票 第二天锦上还是可以再投票的 好吗 我底牌一张预言家牌 锦辉先留这个十 我验这个十 可以定义十一的身份 第一张打十 第二张 只打一张 只留这个十 好吗 我底牌是一张预言家 我要这个锦辉 第一天验了十二 十二是我查杀 我不会退水 过了 退水时间 一号 三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人在锦上 请在锦下的五号和九号 在我倒数后自由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五号 投给一号 九号 七号 有一号玩家先发言 一七PK 那我先发言 我锦辉六不改 先打张十 然后再打张四 因为我对七的定义 七前智慧 你的精髓已知是张女巫牌 你的女巫牌 告诉我四是你的已知饮水 你把它流进第二锦辉六很奇怪 我觉得四如果是一个真饮水 锦下直接听发言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说我不排除四如果是个自刀狼的情况 因为四起身的发言 你如果六假设成了一张真女巫的情况下 四起身发言 告诉我三已知已经是一张精髓 在你世界里二三两张都是好人牌 那我说了 这个二敢给后之位发精髓 二你请一下自己聊 要么就是带兵器带武器 十二是我查杀 那我要拿到这个锦辉 我让十二高之位发言 这个二不管陈底跳什么身份 那我只能说给你打个问号 因为他是我查杀 我一定让他新之位发言 好吗 这个七是跟我焊跳 那他在他焊跳狼尸脚里 三可能逻辑上成了一张好人牌 我锦辉了还是打这个十 再打第二张再打这个四 这个五 因为我前面我锦上发言 我说五先给我起票 九给另一张运人家起票 造成评票 我想看第二天锦上的投票 所以五九两张牌 我这一轮还是要看你们投票性的 好吗 因为我不相信 如果两张狼人牌 我一定吃不到这个锦辉的 那我锦辉了 我先打这个十再打这个四 八我只能先放一放 因为锦上我盘过 八打了你们后之位三张牌 你们三张牌都没有聊这个八 八有可能是成立 在你们狼人视角里 可能是成立一张好人牌 其实我已知的焊跳 现在两批狼出来了 那我一张预言架不亏 好吗 那我需要这个锦辉 我过了 七号玩家起发言 说了前面我上一句游戏 没骗你们吧 玩的真的挺好的 对吗 发言真的不错 可惜是个汗跳 五号玩家 那我觉得你 非自在的 真的直接读了吧 好吗 直接读了 我跟十号玩家对下话 你跟一号玩家有 就是那应该是狼同伴没有错 你如果是好人 发言发生这样 我真的是很佩服的 因为十号跟一号的同一句发言 都是说你去验这个四 我在锦上说的那么清楚 我说我的金水 这个六号女巫说了 她要去读这个五 我说你那么想弄这个五呢 那我就不验这个五了 本来我是想验锦下的九五两张牌 一号玩家你拿不起一张预言架牌 我好好跟你说 为什么呢 你到现在对九号玩家 一点定义都没有 对吗 他在锦下一票投给我 你在锦上你的锦辉流 也流的不好 对吗 对锦下的牌一点 就是疑问都没有的 我说的那么清楚了 我说我不验五 我本来想五九顺验的 后来这个六号我的金水 他要去读这个五 我是个很有娱乐精神的玩家 我也不想一进来 就弄上一句出局很早的人 那么 所以我就说了 又正好是锦下的九更五 活到很后面上一盘游戏 对吗 所以我就验九五 但是呢五号要吃毒 那我想那为了游戏 为了娱乐效果吗 没关系的 王宝宝是我的金水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说我去验叫这个四 四号 你们凭什么觉得他拿不起 万一我验出来是个金水 金银花露水 人家带过八街无燕祖的牌子 是谁对吗 12号你这张票总共要跟我走 人家发你查杀了 对吗 还在那边聊我不好 我也不在聊什么东西 11号小姐姐 如果你那个轮次就打打打打 倒勾欢迎你来好人 对对吧 没有关系的肯定是好人 那么二号退水了呀 我不知道呀 然后刚刚刚在井上的 其实是 11号现在退水了对吧 刚刚 在退水环节 好多人都还在井上的 八十十一十二 三六好像都在井上 所以我也没搞懂什么情况 我现在打游戏 我是觉得比较娱乐 比较开心一点就好了 又不是比赛 搞得那么对吧 装逼兮兮的干嘛呢 没必要 我就是一个真的愿家 井会流 你们都那么不满意我验四 我还就偏要去把这个四翻了 我就先九再四 好吗 5号直接吃毒 你不要上个一 好吗 别的人不验了 好啊 其他的人像掌门什么的 王宝宝 因为上一轮是三个掌门 你们活得最久的我才验了他 其他的我 我爸 对吗 龙哥 我怎么可能验呢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好了过了 1号7号PK 请区域玩家找我到时候 自由投票 3 2 1 请投票 2号 3号 8号 9号 11号 12号 投给7号 投给1号的有 5号投的吗 5号 和10号 投给1号 7号 7号玩家 再不加票行2 3 8 9 10 10号投给7 5 10 投给1 7号玩家 7号玩家 6票到请警长 中午1 9 07 10 10 12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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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五十一二吧 二 我觉得是狼 这个十一还能是张好人牌 真是不可思议 你都已经打十了 十打八了 我们都是站边七的 你还能打到我八 你还能吃上好人牌 真的但狼面二一定比你大 二比你大一点 你的逻辑是爆炸的 二发三一个精髓 这边 七都跳预言家的 老公我举报 这个人脱我筷子 他都吃我吃刺身 还要脱我筷子 简单一分钟 发言时间不够 老公我举报 他这样都吃了 我不把任何强奖都吃了 五号七号 我再帮你号票 我多一分钟 多一分钟帮你号票 对吧 这二跟十一 哪张是最后一个狼 真是讨厌 真讨厌 五真的是 我五保不住了 五真保不住了 本来我认为你 别人发言你出去上厕所 不一定 不一定百分之百是狼 你待会要活下来 首先你得找出 但你试下你可以盘 一二十十一 会有可能 在我这边给你加零点五分 但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情绪 而且你只有一个逻辑 就是 王宝宝凭什么打我十郎 你让我站边这个 我就站反边 你就这个发言 并且投票 跟我们一起去投这个一 你才能在我这边 再加零点一分 否则的话 估计你市场哪能排 就二跟十一 出最后一档 我觉得是二 因为十一跟我们投 这个七 至少他投了七 你这个发言 你听着吃发言 你觉得他是孕家 你就可以退水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炸三号 后置了一张牌 身份牌嘛 那三号也发过眼了 你该炸的身份都炸好了 只不过一号觉得 你二号一定崩盘了 所以一号帮你补调一个 补调一个预言家 我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你敢这么做 你一定带身份 对不对 那无所谓的 你带身份 你就跳身份 点了啦 反正我第一个发言 我要抢个MVP 一五十一定三张狼人牌 最后一个狼 我就选二吧 我就选二吧 好吗 一二五十 点完了 如果真的四个狼的话 我有个室友 他临死之前 希望能够在直播间看到我吃一份三文鱼 过了 九号啊 请欢迎 我跟你七对话 我底牌是个枪牌 五一定是个狼 因为我井下一定有狼 所以我觉得你八特别奇怪 你跟我说五能不能被宅掉 那你也不评论我九 因为五被宅掉的可能性 只可能我九是一张狼人牌 你说这个五可能是个好人 你也不聊我九 总觉得这个八你怎么打到十一呢 你跟我说X位置是二跟十一里面出的一张狼 十一是井上 因为你认为十是个狼 井上十一就打了十 他算是你们八十两个人做身份 他觉得这个十一就要 我觉得十一发言蛮好的 井上发言就占边这个七的 那我说说为什么我占边这个七 因为你一不要我的票 你说你九投给这个七 五投给你 你怎么知道五是好人 你底牌是个冤家 你就知道五九里面不是双狼 来给我们安排工作 给九说上给七我就上给七 五就给你双票了 我觉得你这个一 我觉得我是个冤家 我一定就是希望你们井下 你们是好人就给我上票 什么你给他上票给我上票 因为你一这个心态 真的不太像冤家 而且五是 我认为井下一定会出狼 我底牌是个猎人 你不要咽我了 我觉得我就先 我在我这个位子 我先你就咽这个八吧 我觉得 呃本来是什么 四是饮水吗 你这两个井会流 我觉得都先不用咽 你就咽这个 我先给你留个井会流吧 就留这个八 对吧 就这个我觉得八咽出来是个金水 这个二可能可以进抗推 因为我觉得二 一如果 我认为七是个预言家 那你一是汗跳 那可能是在帮这个二补位 因为这个二 跳的 真的不是很走心 但是这个二吧 我觉得 他因为是井上 自我介绍 可能会有一点紧张 所以不认为他 因为语气有点发抖 而紧张 他就是个狼在汗跳 也有可能 八再打倒钩 因为五十在我眼里 一五十三张狼刃排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这个 那这个四郎不就裸坐了吗 一二五十 不知道这个八 不知道这个八 是不是倒勾呢 我本来还在想 因为井上真的很奇怪 就是 我以为二是汗跳的 因为一放下 二汗跳的话 我本来觉得 三郎是八十十二 因为十二井上也聊得很怪 打了这个十一 然后保了这个十 然后这个一发十二查上 我还在想 是不是两郎做身份 不知道呀 我八十二 二啊 最后一郎啊 这个五到 我觉得井下总归有郎的了 因为我底下是个枪 高志伟发言 但我相信这个三是个好人 好吗 就听三规票吧 你要是站 你站边谁 我就站边谁 好吗 过来 十二一张狼 七一张 不是 你们打二号玩家是张狼 你们自己说二号玩家是张狼吗 二号玩家汗跳了 二号玩家汗跳 后支援有张女巫已经站边了 有什么任何逻辑去退水呢 我不懂啊 不是 你们说要是双狼 一是汗跳 二是汗跳 那么二号玩家退水 不是 女巫站边的是二呀 女巫有没有站边过外支援的牌了 二号玩家有任何道理退水 那么你们要告诉我 三号玩家反水了 所以二号玩家跳得不好 所以退水了 没有任何逻辑基点 三号玩家你井上PK他发言 一定是张狼 在你视角里面 一一定是个汗跳 不是你在PK台上 你是最后大概十秒钟的时候 才提到了二号玩家跟三号玩家 那么在你井上四位里面 二号玩家三号玩家是什么呢 你定义我们干嘛了 我不是说吗 五号玩家是个狼 他不用听发言的 对吗 但是不是 我认为一号玩家一定是个好人 他挂枪就是个好人吧 不是 我认为一号玩家是个好人 二号玩家预言家 三号精水 四号饮水 你有什么任何逻辑点 最后的井汇流还是九四顺眼 现在四十个饮水 现在九跳了个枪 明显拉票行为了 你有什么预言家面呢 你定我十一定是张狼 那么外之位的狼呢 你说一五十 那么外之位一张狼是二了 干嘛 人家带着女巫 狼牌 我们冲不掉你了 有任何逻辑面吗 你预言家 井汇流有任何逻辑面吗 我不知道 这个牌如果不打逻辑 全被牌坊 干嘛 你们告诉我 七号玩家预言家 我认的 但凭逻辑 你七号玩家的井汇流 就是报废 不是 你看到五投给一了 你看到九投给你了 干嘛 九还需要验的 PK台 四还需要验的 井汇流还是九四顺眼 这是预言家的逻辑 干嘛 这样子去玩吗 是不用玩了呀 还玩什么东西呢 你告诉我 预言家面的是什么呢 你给他投票 他也验你 你跟他说你是个枪 不用验我了 那边是个饮水 女巫告诉他了 他说不要 我还去验验他 我就要验那个四 不是 预言家的逻辑面是什么呢 你直接告诉我 你认为十二号玩家的发言 是个好人 所以你认为一号玩家 是个汗跳 根本也是个逻辑面 任何逻辑面都没有了 七号玩家在 这个游戏里面 他就跟我打感情 他就跟我说 这个游戏不是打比赛 我们轻松一点 不是 你张狼牌 你要汗跳 你就把所有的面 都打上去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缺失了二的视角 缺失了三的视角 在我视角里面 一开始二 要么是汗跳 要么诈身份 总共要多聊聊他的了 因为一 在你视角里面是张汗跳 你要跟他聊什么呢 不要的 你是狼 我跟你聊什么呢 根本你大夫 是不是要聊聊二 是不是要聊十二 二的好人面 跟十二的好人面 跟三号的好人面 你总共说三号玩家 一定是个好人 他是个狼 二号玩家发达精水 两张都是狼牌 他不会反水的 先干下去再说 大家都认为 三号玩家 大概率是好人 连女巫都认为 在我视角里面 三四一定是好人了 对吗 五本来是个坑位 六是个女巫 你是个汗跳 对吗 八号玩家什么 十一号玩家发言 还要滑稽 他说 八跟十去打了十 八去打了十 十一十二 然后 他占编的是七 然后你占编的是七 然后你要去打八的 那么你跟我的逻辑面 有什么区别呢 我占编的是二呀 我打你八 打你十一 有什么区别呢 你十一八占编的是七 我占编的是二 我当然打你十一 当然打你八了 是你逻辑有问题 不是我逻辑有问题 出局啊 狼牌啊 还是什么呢 十一门一定是个定狼 十一十二双狼 七还很跳 对吗 你八跟五 最后去抢个坑位 外主委全宝了 没有逻辑面 怎么玩这个游戏呢 过来 十一号还是三 你打十二 你要站边这个一 你就一定打不到 我这个十一 因为我十一跟十二 一定是两张 不见面的牌 这个牌 我十一十二 成立双匪 我说来匪同伴 我拉起你的手 我们把十一张 好人牌 干出台面 十二在那个位置 发言说 我不要的 你们要打 你们去打了 这是我的狼 同伴这么发言 这个位置 你告诉我容错率 在这个五 八 锦下九十张枪 这个五是一票 支撑你心目中 预言家这个一的 在你市场里 五还能是个容错的 对吗 这个五就在你眼里 一定是个好人了 因为是他让这个一上 有资格上PK台的 对吗 这个牌 你告诉我容错率 还在这个五 那一五十是定狼 没办法的 这个牌 我怕就怕十二 底牌是张匪 因为这个牌 你底牌是张好人的情况下 你告诉我这个位置 十是一张爆匪 发言锦上的牌 打我十一十二 里面要开中匪的 你这个牌 还要不发言 你说你十十一里面 去互打这个位置 就因为一在那个位置 成体位起跳 七是一张有牌放的牌 他这个位置 在那边起跳 爆十二一张 查杀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很怕是一十二 两张狼人牌 外之位卡着五十 就这个牌 十二有可能 真的是他们三张牌 保的一张 因为他从第一天 就打我是个肥 这个位置还打我是肥 我觉得容错率 可能是这个八和这个十二 这个牌 我觉得外之位 这个九跳枪了 就没有坑了 六是个女 五是个肥 四是个银水 我觉得二三 如果二这个位置 给三一张金水牌 就位置一 知道二十郎队友 他这个位置 起身的发言是什么 他起身的发言 告诉我 你们二七里面 哪张牌退水 他的视角 应该不会是这么模糊的 所以我觉得 最后一张肥 可能开在八十二里面 我觉得 八还跟我说 你能是个好人的 这个牌 景辉流 他说去验谁 就验你八 那就验你八嘛 八十个金水 你十二就出局 这个牌 我觉得十二 有可能成为 陈迪魏 最后一张 做身份的肥牌 我底牌是张好人牌 我要占编这个七 我景上就占编这个七 我也把我占编 原因说得很清楚 你反正你们两张 都是狼 你也是个狼 我感觉 我总觉得十二是个狼 因为一抱十二茶沙 我一直盯着十二在看 十二也不看我了 他本来一直在看我 从我上井 不让我上井开始 一直跟我在场外盯着我看 接到茶沙 看也不看我了 我也不知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好吗 过了 我要占编这张七 本轮出张一号牌 过了 十二号牌 想一想 啊 冒账 你看看要不要去救救这个十 真的 你看看要不要去救救这个十 如果你要去救他呢 你就留他一天井会留 如果你不要救他呢 就随便六号怎么弄 是吧 宝宝 现在你去找找隐郎 你把那张隐郎堵掉 你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二号玩家 那一会儿你聊聊 你这个给三发金水的收益 现在在那边 是不是场上局势 都被你弄乱了呢 对吗 三啊 不是啊 你每次这么看我都是个狼 不要这么看我 好吗 所以 你们都说 一 五 十 这三张一定是定匪牌 那么五能商票给一嘛 总归是定匪了 对吗 但是十这张牌 我告诉你们 可能可以救一救 真的可能可以救一救 要不然你来验我 如果你觉得是狼茶虾狼 你就来验我 验我 验我 然后后面的事情我来推 那九现在在这个位置 跳了个枪 五 你没位置打了 你去盘锦上四郎 你是个好人 对吧 这样子 你占边一 我是个狼 七是个狼 对吧 那么 十一强占边一 强占边七的 十一是个狼 你再找一个 六是个女巫 四是个银水 要么就这个二 三你也一定打不动了 这个还盘什么呢 我觉得 我觉得十可以救 十真的可以救 十 怎么说他呢 你这种眼保的东西 有时候就丢掉 你想想看你那天 做六号位的时候 啪啪啪点了四个位置 三个好人 是吧 有时候这种东西你就丢掉 什么一一定是个好人 瞎弄 如果你不想救十 你去验验看这个三 说不定有惊喜 因为那个位置 二在那个位置 一还没有发言 在那个位置 在我眼里只有二七两张 是预言家拍对跳 因为我和猫将 玩过的 虽然说举不多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一局预言家的发音 有点怪 所以我打打他 一号人家你加油吧 好吗 想办法 今天反正一定不是 一定不是七的轮次 是我们两个的轮次 你想办法就把我弄了 想办法就把我弄了 90个枪 60个牛40个饮水 50个坑 二一会儿你自己去聊 因为你没法 你只是井上这样子弄了一下 也不想把你捶得太死 现在都捶你了已经 说22什么容错路 都已经捶你了 那只有可能你井水发错了 只有可能你井水发错了 你去捶捶这个三 你再看看这个1011里面 你要去捶捶谁 过来过来过来 我底下是一张预言家 验了12 我已经说了 白天鸣挂下鸣的 晚上法文给我手持 是一个狼人牌 那以我井上的发言说 二如果退水 三是逻辑上的好人牌 其实跟我对调的狼人牌 前之位井下的发言 那我跟你久对话 假设成立你是张真猎人牌 我不一定是张狼人牌 井上四郎格式我也不想牌 那你告诉我 八起身是给七 一只号票 要站边这个七 要出我这个一 那如果七八十一十二 因为我井上的 我的视角里七八十一十二 如果是四郎 那狼队不可能让这个七起跳 因为后之位 已知这个十和一 是宅开狼队的两张好人牌 一定会有探入狼 先给炸这个十的身份 这是我的视角 这个十和五站边我 那我只能认两张好人牌 九你是一张猎人牌 我不知道能不能拉回你的票 前之位 因为十二是我已知茶茶 他做出了跟十一号对话 我觉得十和十 十二和十一可能是不照面 所以我定义 十一有可能是 站出边的一张好人牌 我不知道能不能信 那你们去想想 第一天井上的发言 八说重打了这个二 信七是一个预言家牌 那如果八起身 是七的狼同伴 打你们后之位三张牌 你们三张牌 都不去聊这个八 对不对 所以我井会留的是 先验这个十 十如果是个精髓 那十一的身份我定 井下两张票我不拉 我的发言是这样子 你们可以造成评票 然后第二天井上 然后我可以再看出票行 我并没有说 不要你九这一票 我只是想制造这个评票 那看到这个井上的格局 让我再来分辨一下 那现在我没有这个井会 这个二肯定要直接拍身份 那没办法 因为在我的视角里 十一可能是容出率的一张好人 站出边的一张好人牌 十二是我已知的茶沙 七是给我对跳的狼人牌 这个八起身 因为后之位的茶沙牌 都没有跟八这个对话 因为九起身 他总是个猎人 他说让七去验这个八 那九总归是个猎人 对吧 八如果是张好人牌 我的视角里 那二一定要进狼坑 二如果是一张好人牌 三一定要进狼坑 发出精髓 那起身 我为什么要留这个四 因为这个四起身 他的发言是默认你 二三是两张好人牌 自当狼 但前提是六是一个 真女巫的视角 好吗 那我底牌是个预言家 今天走这个十二 今天我会去验这张四 好吗 那我发言过了 今天如果女巫相信我 把这个七读掉 我警徽说第一张 要打这个四 因为陈迪威这个五 因为我现在已经 盘不到道格 我没有吃到这个警徽 好吗 那我盘的狼坑 七十二 二 四 我认为十和十一 都是两张好人牌 好吗 我底牌是个预言家 今天走这个十二 过了 为什么两张愿言家 都要去验四啊 女巫爆出四二 是个饮水 都觉得她是自刀吗 就先不 先不大好意思啊 就锦上瞎操作了一波 其实只是 其实真的很想 因为前主位第一个发言 很想往后主位 随便丢个茶茶试试 但是 这个三号牌一直盯我看 牌一直盯我看 我想一下 他上一轮呢 第一个就出局了 两抱把他抱走 所以我想保护他一下 就给他发了个精水 那好不容易 也大老远来一趟嘛 把自己强行做个焦点 我也算没白了 是吗 这把牌呢 十号我觉得 你得是个狼 我觉得没得救 没得救 但是挺感动的 在那边一直觉得 我二号是张预言家 终身VIP卡 好不好 就十号先发着了 拿这个截图来找我 可以的可以的 我觉得一号不是一张预言家 一号是张狼 七号是张预言家 我是一张好人 就总归不是我的轮次 我先不拍我的身份 我觉得女巫也读不到我吧 也是五十开读吧 那我先撒个娇 就我下一轮 总决赛给你们拍身份 我是一张好人 我是张 就我给你留个一烟的工作啊 你去告诉我 三八是两张什么拍 你听完我的发言 你告诉我三八是两张什么拍 因为我觉得 四号你们要排 它是个自刀 我先不管是不是自刀 我觉得自刀 我是到最后排 五号张牌呢 因为我姓 一号是一张狼 五号的话 五号票是上给一 两轮 今天定的上给一 我觉得五号是张狼 而且十号在那边发言 你们没觉得吗 就五号说了 你的票 十号跟五号说 你的票只能上给你的前志位 这张二号牌 因为你不要听后志位 七号牌这些发言的什么的 所以说你的票 就必须给我上给二 所以呢 然后一号这边起跳 我退水了 五号就上到一号那儿去了 因为他十号强行给五号压力 说你不能上到七号头上 我觉得是张好人 我觉得一五十得是三张狼 就十号那个 现在还在强摆 我觉得十号是在强摆 因为我觉得十二号 不像是狼查杀狼的 上一轮我也是一张狼人牌 我觉得看大家打的格式 都是很那个啥的 就晚上就 你去抱他查杀 我就想弄他 是这样子的 而且一号 再说一下直击他灵魂 我就走进他内心 我想要知道 一号会验谁 他一定会验三 他是张真原家 一定会验三 他不会验到十二 就我跟你说 他朋友圈都是你 真的 真的 他朋友圈都是你 你是他偶像 他不验你 你要么捶捶他 是吗 所以我给你布置个 遗言的工作 你去告诉我 你听完我二号发言 你觉得三八里面 谁是你的狼同伴 你告诉我好吗 就我觉得你 可能是跟三号照片的 想要或者你怎么样 就你起来想要 秀一波操作 然后让三号认下你是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三八里面要出狼 因为我觉得十一号 是一张好人拍 十二号像 不像狼查杀狼 因为十二号发言还说了 一号我看面相还可以 十二号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他不像 十二号我先不排狼查杀狼 这也不是一张自刀狼的话 一五十 还要找一张倒钩 九号是把枪 所以三八里面再出一张 行吧 我先这么过了 到了我轮次再拍身份吧 过了 三号我来几个人 嗯 说几个点吧 首先 我想问八号玩家 你还自信 你点的那个四个位置吗 你还认为那四个人吗 你现在 无 初期的想再发一轮演 对吧 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机会 三啊 没关系 呃 先说说两个冤家吧 呃 猫将的发言 井上 很不好 很不好在于 真的是九四 九四顺眼 这个井会相当不好 哪怕你 你认为五是被吃毒的 三一定是一个好人 二跟你汗跳了 你没地方厌 也不要厌四 四毕竟是一个饮水 毕竟是一个饮水 从人性上来讲 四号玩家选择自刀 那这一刀是到底谁安排的呢 我相信六四个女巫八 我看得像一个好人的话 能安排四支刀的人 已经不多了 呃 安排了四支刀 这样的玩家 他制刀了以后 他唯一的 做法就是倒钩 他一定去倒钩真远家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脏 而是为了活下去 呃 所以他不会主动上井来暴露自己的 因为像这样的女性玩家 他可能一轮就了爆了 所以我不觉得四号玩家 对不起 我可能话说得直接一点 简单说就是你在我眼里 没有制刀的资格 上井就不可能是一个制刀 呃 所以一号玩家 念在你朋友圈都是我 我告诉你两件事 首先一 你觉得劝九号玩家说 九号玩家 假设你底牌是一张枪牌 吴也有可能是个好人 对不起 九号玩家有可能是个狼 但吴一定是一个好人 五号玩家连续两人投票给你 吴怎么会因为九号玩家是枪牌 底牌是一张枪牌 而五号玩家可能是一个好人呢 这个发言就不太好 你打了你团队里面第一大工程 五号玩家 对吗 五是个狼 我也送他赢啊 你们好人还配赢啊 这你们一个狼天天倒给我 你都不投票的 对不对 这是一 第二 你警惠里有太多人可以留了 三号玩家能站错边 你的朋友圈都是三号玩家 你为什么还能放下三号玩家呢 二号玩家我觉得他不是个狼 是因为 警上二号玩家给三号玩家发了精髓之后 七号玩家在那个位置跳得稀烂 跳得稀烂 假设一号叫不起跳 我觉得警下人都无法投票的 二的发言有爆点 七的发言真的不好验饮水 所以我觉得七号玩家不配让一号玩家为了二号玩家去补跳 所以我认为二号玩家只要退水了就是个好人 八号玩家一直在焦灼的等待 想我点出最后一个位置 我觉得七号玩家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你去验验十一号玩家吧 如果你不相信我就验验我 好吗 五是要吃毒的 五是必须要吃毒的 五是因为回来之后听到这个要吃毒的消息之后 你的表情虽然就有些反弹 但是你越是这样的反弹 我觉得你越是个狼 当然的票行也没法说 十四个狼原因很简单 十号玩家你说 五是个狼 五被你所有的发言五是个狼坑 七八十两张狼坑 十一十二出最后一张狼坑 当你看到第一天投票 五号玩家投给了一号玩家 我想请问你是怎么跟这一张狼去投票 投给一号玩家的 所以你是个狼 对吧 我前面的发言 我认为二不退水 你的发言很优秀 我也认为七八是两狼 发言像什么 但是二退水了 你的世界里面 就 就你很难去 尤其你看到五号玩家投了一票 你很难第二票去投给一号玩家的 你的世界转换太快 而十一号玩家 我觉得你怪的地方 是因为你去说 盘狼坑盘到二三的位置的时候 你说了一句 如果一号玩家 二号玩家是一号玩家狼同伴 一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以至二号玩家是他的狼同伴 那他就不会紧上说那句 你二七谁跟我对跳 我分不清楚 他是个狼 他也只能这么说 难道杀到我二七里面 那你这个二号玩家你退水吧 你七号玩家一定给我汗掉了 不可能 他一定说 哇 好不容易做一次饮水 被两个冤家要演啊 我不知道我这个饮水收益在哪里啊 盘一盘 一百年不上镜 对吧 那么我就在 乖乖地在下面做个狼该做的事情 冲冲票嘛 好来我跑上来上镜干嘛呢 对不对 上镜我也不汗跳 不汗跳就散了 我还没上票 这个狼做的真的是有点太可怜了 感觉 对吧 什么事情都没干 嗯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想 对吧 然后呢 我锦上发言是说什么 我说这张二可能是达身份的 对吧 我说可能 你们不要打死他 因为如果他是狼汗跳 他的心路力声也太太假了吧 就直接抱了一下就过了 很简短 所以我说我觉得他不像 然后这张七号起来发言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挺像预演家的 但是到了一号 一号的话前面发言 我觉得他发言还可以呀 但是最后我不知道他来打我这张四号是干什么 对不对 你说 你说我什么 什么忽略了二三 什么 你不是也认为二三是好人吗 我也认为二三是好人 你干嘛来打我这张牌呢 而且我前女巫已经说过 我是这张银水牌了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觉得怪 但是我也不确定 所以我也不上票 然后狼坑的话 一五 十号可能是狼 十号是高配玩家 好吗 到现在呢 还在 还在说二号是预演家 有没有搞错啊 我不相信他站错边 也不相信其他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狼 好吗 一五是狼 还最后一狼是谁 我不知道哎 没这个配置 好吗 你我晚上你看着赌 好吧 最后一狼 愿人家你自己选吧 看着验吧 好吗 我过了 你们真的都是土匪吧 我出去上个厕所 回来我又是要吃毒 又是要吃推 这个时日景上 我还能认他是个好人的 他跟我说 你今天我不管 你都不要听后主委发言的 说明你铁人二预演家了 你如果不投给二 你就给我出局 你一定是个狼 因为你上了厕所 我是个厕所狼 你能不能放过我呢 这游戏还有这样打的 我回来 这个六说你要吃毒了 这个七说 那你要读五 要随便你 你读呗 那我就去验四吧 我紧上我能站边你吗 你第一轮发言 你这个发言 我情绪化我也不能站边你 且你第二轮起来 你一定报废 你反复的跟弹幕解释 你自己在那边解释说 为什么不厌五 你不厌五跟你验四 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厌五跟你验四 有鸡毛关系吗 你不厌五 你可以验外职位的人呀 你为什么要验四呢 这根本就不成立一个逻辑 所以你要验四 你就一定报废 且你在井上 你直接让我吃毒 对吗 十号玩家 你现在投的是一 我只能认你是个好人 十号玩家 我认下来的原因是因为 他要去盘了一和十二 有可能是狼茶杀狼 在好人的视角里边 他们如果说 如果说在八号玩家的视角 八号玩家如果是个好人 他站边七号玩家 他认为七号玩家是个一员家 他是不是会去盘一下 一和十二是双狼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十号玩家很少汗条 对吗 我说很少汗条 你们自己去体会 对吗 八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他都不去盘 十二号玩家可能是张狼牌的 我认为八号玩家是张狼牌 八号玩家起来 就铁战面七号玩家 对吗 九号玩家是张枪牌 在你的视角里边 你是张枪牌 井下我难道是不能 是一张好人牌吗 为什么一定要井下 要有狼呢 为什么不能四狼上井呢 七号是张狼牌 还有张狼牌 还有十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起来 因为你们这样去想 八号玩家起来说 还是谁啊 八还是谁 说什么一二是双狼 那你告诉我 一二是双狼 起来女巫妖战边 这个二的 这个逻辑是已经盘过了 为什么一号玩家 还要起跳呢 对吗 你们前置会盘 一二是双狼的逻辑 一定是爆炸的 对吗 三号玩家 你可能我很少见识到 李景大神站错变的 因为我相信 我这盘站对变了 因为七号玩家 他做不成一张预言家牌 蛮好的 我觉得七号玩家 万年不汉跳 难得汉跳一次 对吗 我认为也是 两号玩家 七号玩家 八号玩家 和十号玩家 你一张赢水 我只能放了 对吗 不是 七起来说 说什么 怎么说的 反正你们前面都盘过了 他那个警惠六 一定是爆炸的 对吗 我是张好人牌 跟你商量一下 别赌我 你赌我 你拿张女巫牌 对吧 别赌我 让我多玩一会儿 多玩一会儿 真的别赌我 你麻痹 过来 游戏开始之前 八号玩家跟我说 谁摸女巫摸得多 我悄悄地回了台局 我们走着瞧 我不赌你 你别投票呀 不投票就不赌 我赌二 你也成为焦点了 把你赌掉 我要为死去的追目鱼 讨个公道 上次追目鱼跳 原家就一秒被我赌了 我不管别人玩 玩女巫是什么个玩法 我玩女巫就是这么玩的 我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我也赌你 你们 我认为十一是个铁匪 你不要看了 十一一定是个狼 你认为十四个狼啊 我觉得他一笨真经的 在戴尔物跟十一 我觉得他是可以抢救的 正如十二号玩家所说 四号玩家 你不要说你什么事都没做 你做了 你浪费了我一瓶解药 不救你 我们死赢的 你不要你现在死一死 把解药还给我 他们第二天砍女巫 我把狼毒了 你做事情了 但是你看你浪费了一瓶解药的同时 你发言差到两个人都要咽你 你以为咽你是以为你身份高吗 他们认为你是狼 我跳个女巫保你都保不住 我但凡是闷刀死了 你就是扛推 你一定扛推 我是不是 我跳个女巫 这么保你都保不住 他们都说你是一四饮水 从来不敢说我是一四女巫的 你看 有人敢说我是一四女巫吗 他们隔着女巫打你饮水 你吊不吊 你发言到底发了点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他说我是一四饮水 那你们跳个女巫发一个真饮水出来呢 马修 我说话做到了 你不投票 也不是你的轮次 你安静地在那边坐一会 反正已经站对边了 李景大臣站错边了 行不行 我们有商有量的嘛 你放心 一定会有狼头的 就你一票投七 我把七读了 行不行 你们狼脚稳得住 看到两票就不能怪我了 谁敢读谁 谁要投谁投 我也觉得他不是很满意 对不对 我就在这边 你给我的暗号我收到了 大家保证一下 对不对 不读你是可以的 但你要投七那就是读 我本来以为八十个狼 那么多人都说八十个狼 这就你把十验了吧 真的你把十验了吧 能把十验了 就是一五十十一 是没有了 就没有了 对吧 十如果验出来是个好人 我们就农农 应该查不住了 但李景对农农定义 你能定农农吗 我能定十 就没了 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你也不要跳身份 你到三圈以后 你也跳不住身份的宝宝 你这样吧 你三圈以后跳得出身份 我等会出来 等会进来 我死了以后跟你说声 I'm sorry 你是一定没有身份的 因为有钱人就回来 我炒一百块钱人民币 来砸你脸上 什么 哎呦今天不是我的轮次 你是不可能有这个身份 跳得出来的 对吗 除非你跟四号玩家商量一下 好不好 不投票就不吃毒 好不好 但是你玩的时间一定没有长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先要砍期 砍完期以后 我会把你推了 十一号玩家 你给我抛个魅眼 我就不读你了 一二三 没有魅眼 没有感受到 再来一次 一二三 好吧 就你十一跟五 谁动票谁 读谁吧 好不好 站对边也可以不投票的 行不行 你仅会留留一个吧 好吧 不要再去验九跟四了 没有用的 你验四是个精神 你要干嘛了 别弄了 四号玩家 你让他安身一点 坐着就坐着了 好吗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把毒 不知道 站对边了 我会把你推动 然后你拨打 我会把你推动 我就不响 我会把你推动 然后你弄到 你弄到 如果你让你推动 我这个 或者你什么 我给你带 我说 我去 我跟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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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白痴二十白痴 王人選擇交牌 遊戲結束 王人選擇交牌 因為他們想 當時想 主王寶寶會獨奧 以為二十張蛋牌就可以拍蛋 狼為 一五十十一 女巫為六號 院家為七號 白石牌為二號 槍牌為九號 第一天到了 四號可能順利牌 被王寶寶救起 王寶寶第一個點到二四郎 兩 dear presidents 二�리 王寶寶 九號 公開 五五 recognized 公開 在 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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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